什么?彩礼要十八万八?还要新房和新车?得知女方要求如此之高的张富心如死灰,那么多钱一下子从哪里拿出来啊? 林熙,二十六岁,她就是张远谋的相亲对象,但是从始至终她俩都没有见过面,还是因为她父母十分地着急想把她嫁出去,因为在本村她的名声已经臭了,没有人不知道她的事情,也没有人愿意去娶她,好在也是骗到了赵远谋这个傻小子,没想到她竟然敢要嫁那么高。 但是一想到自己三十多岁的儿子还没有成家,便只能放下面子,四处去借钱。张富的儿子张远谋,张富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他将来能够深谋远虑,为自己的将来做计划,学得一技之长,也好养家糊口。 谁曾想张远谋却恰恰相反,从小到大让她父亲为她的事情操了不少心。 成年之后因为早早地辍学了,也没有过一份正经的工作,再加上自己做事十分懒散,三天打鱼,两天晒网的,所以一直没能在一个岗位上坚持很久。 就连现在到了三十多岁的年纪也还没有娶老婆,张富只能托街坊邻居四里八乡的帮忙介绍介绍,好给他张家能够传宗接代下去。 儿子啊,你看看,这是没人介绍的女娃,你丑丑,你可喜欢不? 张富拿着手机跑到张远谋面前。 张远谋正陶醉在游戏世界里,随便描了一眼照片那个女人的长相,便放下了一下,看得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 爸,我喜欢她,我想跟她结婚。 张远谋看完照片,憨笑地说道,眼看儿子如此喜欢,张富便不再犹豫,东拼西凑,到处找个亲戚朋友借钱。 终于,新房子盖好了,也买了部新车。 但是彩礼还是差点,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 那八万块能不能先欠着,我实在拿不出那么多了,我给你们打个欠条,可以吗? 对方的父母听罢便不再作声,默许了她这样的做法。 上学那会,林西本是个成绩优异的女孩子,但是因为父母经常在家里吵架,感情不合, 导致了她根本不想回到家里,于是就在外面结交了许多不三不四的朋友。 也算是交友不慎了,这些混混经常就带着她去不伦不类的场所玩, 林西也早早地就谈起了恋爱,几乎什么坏习惯都样样来,连吸毒都沾染上了。 16岁的时候就怀了不知道是谁的孩子。 一直到20岁,年纪轻轻地就打了三次胎了,这些事情渐渐地传入村民的耳边,自然而然的名声也跟着臭了。 她父母见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,于是就把她送去了偏远的寄宿学校,改造一番真是个可怜的女孩子。 还没安闻两年,便被父母这种无理的自作主张,让她嫁了人。 林西知道这件事后,心里一万个不愿意,但是还是拗不过自己的父母,从小到大就没有人真真切切地关心过她, 好不容易自己开始懂事了,就连结婚的对象,也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。 很快,就要到了结婚那天,两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男女也是见上了第一面。 那天张远某打扮得很利索,看起来是蛮有样子的,但是再怎么样的装扮也掩盖不住她那种懒散的气质。 很快,亲朋好友们都齐聚一堂。 老张啊,恭喜你啊,要抱大孙子了。 恭喜你啊老张,今天这大喜的日子,那岂不是要一醉方休了? 哎哟,老张,你娃真是好福气哟。 娶了个这般漂亮的媳妇啊,张福与宾客们交谈着笑得合不拢嘴,今天他应该是最高兴的那个人。 张福本身为人十分善良,自己也踏实肯干,相礼相亲的都对他印象很好。 年纪轻的时候老婆跟别人跑了,独自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,也没有再娶一个。 老张啊,你儿子都结婚了,你什么时候结婚了?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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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一些父老乡亲打趣地问道,哎呀,我都半截身子快入土的人了,还娶傻子老婆吗? 老张的嘴上都已笑开了会儿,张远眸呢,则与自己同村的好友闹作了一团。 与这些欢快的场景恰恰相反的是今天的新娘,灵溪,她默不作声地坐在房间里,心中无比地难受。 谁能想到,一场包办婚姻,让这个妙龄女子活不过今晚了。 酒足饭饱过后,宾客们便有一答没一答的张妇聊了起来。 张老头,你那彩礼是给了多少啊? 张妇叹了一口气,二十万啊。 新房新车倒没什么,就是这个二十万,也太多了,但是也没办法,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。 不是这邻家,是卖女儿啊,怎么敢要那么高的呀? 你可知道那邻家女儿灵溪,年纪轻轻就打过三次她呀,还吸毒抽烟的样样来,你还敢要她呀? 张妇听完直摆头,哎,还是自己没有培养好远眸,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,再不给她说个媳妇过来,我怕是连孙子的面都见不上了。 有的村民见越聊越不对劲,便识趣地岔开了话题,闹洞房哦,闹洞房哦,大家起哄着将张远眸往灵溪的房门内推。 春孝一刻值千金,不到明天大中午的时候不许出来。 张远眸被一群宾客硬是推进了门,她自己也喝得灵溪大醉。 床边的林熙不知所措,只好上前搭把手将张远眸扶到了床上。 林熙觉得十分地恶心,没等宾客离开,便赶忙坐到了沙发上。 张远眸也没醉到那个地步,你干嘛呢? 宾客们见情况不对,便都匆匆地离开了。 你身上臭得跟猪圈一样,你问我干嘛? 离我远点,我闻得都想吐了。 林熙捂着鼻子说道,这是扯什么蛋? 大老爷们不都那个味儿吗? 快来让我好好疼爱疼爱你。 说吧,张远眸便退去身上的衣物,一脸吃相地就往林熙身上扑。 你干嘛呀? 别过来,你再过来,我喊救命了,你别碰我,我不喜欢你。 林熙气愤地喊道,不喜欢我,那可由不得你。 老子大把大把的钱抱到你家里去,你现在跟我装清纯,晚了。 张远眸说着一巴掌朝林熙脸上呼了过去。 这一巴掌,属实是把林熙打猛了。 她开始大喊大叫。 她家媳妇叫那么惨,不会是出事了吧? 别多管闲事了,谁叫她自己那么做,那都是活该。 门外的邻居虽然听见了张家的吵闹声,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上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。 你继续喊呐,怎么不喊了? 张远眸骑在林熙的身上,一手捂着她的嘴巴,一手扒开她的衣服,露出了洁白的肌肤。 这让张远眸更是兽性大发,见林熙不再反抗,便着急忙慌地把裤子也都脱了。 谁曾想,还没到那一步,张远眸的家伙事便不攻自破了。 林熙见了哈哈大笑,你真是个废物啊,张远眸,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。 哈哈哈哈哈哈,连这活你都办得费劲,你还娶什么老婆? 林熙一脸邪魅地嘲笑着张远眸的家伙事。 这下是破防了,张远眸跟风了似的,你特么个贱货,你敢笑我,老子要你死。 说罢便一拳一拳地呼在林熙的脸上。 等张远眸冷静下来过后,林熙早已没了动静,死在了新婚的床上。 第二天,安静的村庄被张傅的一声哭喊给打破了这份安逸,解放邻居们闻声赶来,赫然见到林熙冰冷地躺在昏床上。 而张远眸早已不知所踪了,张远眸在夜色中逃离了村庄,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迷茫。 他没有目的地,只是盲目地跑着,直到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小镇。 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份苦力工作。 试图用汗水洗刷自己的罪孽,而警方的调查紧锣密鼓地进行着。 他们通过监控录像、目击者的证词以及现场的证据,逐渐拼凑出了张远眸的逃亡路线。 同时,警方也在林熙的过去中发现了一些线索,这些线索指向了他不幸命运的根源。 林熙的过去被一点点揭开。 她曾是一个有着美好梦想的女孩,但由于家庭的破裂和社会的偏见,她的人生轨迹逐渐偏离。 她的故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,人们开始反思对女性的态度和期望。 张辅在儿子逃亡后,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悔恨。 她意识到自己对儿子的溺爱和对婚姻的盲目追求,可能是这场悲剧的推手之一。 最后经过警方的不懈努力,张远眸最终在林省的一个小镇被捕。 在法庭上,她面对着检察官的指控和公众的审判。 辩护律师试图为她辩护,但最终,法律的天平还是倾向于正义。 张远眸的审判成为了村庄觉醒的契机。 村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观念,他们意识到,每一个生命的尊严都不应该被忽视。 村庄中的年轻一代开始倡导更加平等和尊重的婚姻观念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村庄逐渐恢复了平静。 但林熙的悲剧给人们留下的思考远未结束。 人们开始更加关注性别平等、家庭关系和个人选择的权利。 在这个过程中,希望的曙光慢慢升起,照亮了通往更加公正和宽容社会的道路。 在新娘林熙的悲剧和新郎张远眸的逃亡的案件中,反映了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